孙楠和买红妹2000年喜结良缘 婚后两人不断上爱 叫人毫不适应 并且婚后儿子女儿都有了 家庭美满到也叫圈内头人羡慕不已 然而婚姻还是未能经时间的考验 十年婚姻画上句号 之后孙楠与攀位结婚 开启新生活 但离婚给买红妹带来不小打击 离婚逛后与孙楠更是撕破脸 在争斗儿子抚养权上 也是互不相让 再次经过时间的沉淀 买红妹逐渐走出阴影 他甚至激动的说 他紧张了 可是我比他还紧张 而男友比赛时候 他也在演播室 激动的戴着耳机认真观看 文迪男友最后遭淘汰 赛后买红妹很不爽 甚至直言 评委还是有问题 另有媒体报道称 今年初买红妹就已经交了新男友 之前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是一位富二代 不过此消息没有被证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